好了 这一棵来到我们家已经两三个月的时间了 你看它还是很漂亮对不对 像泼墨一样的菲律宾 它是菲律宾 它不是Xilalia 那开始来花梗 现在我很保护它的花梗 等一下又被鸟灼掉了 那它真的是非常漂亮 今年我打算自交或对焦 还没有考虑清楚 但是你看它花梗已经出来了 这个花梗粗度其实跟你的养分有关系 你的植株越小 它的花梗越小 那你的植株越大 它的花梗越大 很有趣的话跟植物的成长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花梗如果越粗壮的时候 它有可能分叉会越多 那你如果是小苗刚种起来 那种小花梗的话 你会发现它就是细细短短的 虽然它也会长 但是它的那个基部的粗度会差很多 你会发现很特别 所以它跟它植株是有关系的 你看我上面加了一些水槽 让它保湿的对不对 因为之前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种植的状况会觉得太干 现在你看它其实它的水分是固定的 这还是蛮有水分的 所以就是表示它的水分是足够的 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怕那时候水草没有的时候 它会不会太干 可目前看起来是还好 你可以看它的那个 这个都还有水分还有弹性 所以如果你判断蝴蝶岩要浇水 也可以利用它的叶子 有没有水分去做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判断之一 如果它软软的就要浇水了 特别是冬天 冬天不一定要每天浇水 因为有时候遇到寒流 有时候遇到冷气团 这时候呢 如果你浇水有可能会冻伤 所以你在浇水的时候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今天天气的状况 或是今天的气温 特别早上浇会比较好一些些的 比较不会冻伤 夜晚浇 因为像现在有时候晚上可以降到 是34度 50度以下 甚至在10度附近游走 这种天气对它们讲太冷了 太冷了 毕竟它们是菲律宾的一种物种 在菲律宾原产地 菲律宾不会降到这么低的温度 那这种温度的状况下 对它来讲太冷了 就可能会产生冻伤 所以夜晚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那个浇水 那白天OK 白天浇完水 它大概晚上它的夜表就会干掉 就还好 所以基本上建议 看一下天气做浇水的动作 那不然呢就很麻烦 不然就很麻烦 那但是冬天要特别注意 因为冬天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太冷了 一直不浇水 它有可能叶子就会软软的 这种叶子软软的就会产生 缺水的状态 所以在冬天的浇水 特别的注意一下下 不像夏天 夏天你就每天浇都没差 冬天的话还是要看一下气温 气温太冷的话 你就可以停止浇水 停止浇水几天是没问题的 那如果你去盆植 盆植还是要看它里头的水分是状况 说明一两个礼拜不浇水都没关系 所以因为我喜欢浇水 所以其实我尽量是以板子的方式 所以去做做种处理的方式 所以这颗叶斑非常漂亮 你看有点像是那个西瓜纹的叶斑 非常美 那它的叶斑就是有一个横条横条横条的斑纹 这个在菲律宾里头不常见 不常见 要找到好看的斑纹的菲律宾 还真的不好找 那菲律宾的成长速度 相对的西雷里亚慢很多 慢上许多 它比较不像西雷里亚 它成长速度快 这个成长速度比较慢 相对而言 它比较喜欢强光 那成长速度比较慢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品种之一 缓慢的品种之一 它开花就是白色的花 黄色的芯 那种配色是蛮有趣的 最早的时候 它以为它是一种交配品种 后来才会被定位成一种独立的个体 独立的个体 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 那菲律宾呢 其实在市面上 现在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多见 特别有些是小苗 那回来种个一两年 其实都可以开花了 那开花是菲律宾的花特别的大 有时候可以到十公分以上 非常的大 那跟个体也有关系 有些特别的圆 有些特别的野 那还是要看个体 不一定 好OK 那这一棵呢 来花梗呢 现在就是等它的花梗开花以后呢 开始准备来做自交的动作 明年想要播一些些它来玩玩看 它的后代来玩玩看 希望可以成功 可是它的后代会变成怎么样呢 不知道 是完全回复成原本的菲律宾状 还是会保留这种性状呢 也不知道 因为交配种嘛 你永远不知道它的后代会长什么样子 会长得跟父母很像 或者是跟兄弟姐妹很像 但是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好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 这个就是 已经来花梗的很漂亮的菲律宾 特别的漂亮 我们下次见 拜拜